929嗆馬活動 今天在台北從早到晚 一波接著一波 相助勞工團體在國父紀念館前的抗議行動 原本打算是要趁著國民黨全代會 直接向身兼黨主席的馬總統表達不滿 不過他們今天照舊走上街頭 丟邪 燒報紙 甚至會近來在大譜抗議事件當中 不幸亡顧的張藥房老闆張森文等人 當場唸出忌文 勞團抗議代表一邊面著忌文 一邊高喊政府殺人 寄到這些年來在相關事件中消逝的生命 這些往生者因為錯誤的政策 饱受著家人被拆的痛苦 被政府控告 以及被資本家打壓的苦難 他們是被這個政府磨殺的 他們的死是這個國家的恥辱 從大埔再到洪仲丘事件 還有許多過勞死的底層百姓 都被寫進紀文裡 勞團表示他們都是死於扭曲體制底下的 弱勢亡魂 由社運團體發起的929嗆碼活動 遍布整個國父紀念館 民眾不滿政府的情緒沸騰 除了丟邪 抗議外 還有聿雅人士當場燒起 印有馬英九的報紙 更有環環把國次封鎖席目 再到現場 要民眾一起連續 反應相當踊躍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正面表著的方式 可以立於反核民意的發聲 管從危險性 不管從建設成本各方面來評估 完全沒有道理要使用核電廠 台灣也沒有這個條件可以使用 929 反核 反馬 反政府的全出容了 儘管全代會延期 總統無法直接聽到民眾心聲 他們依舊撂下狠話 就算全代會地點改到天涯海角 抗議一定如影隨形 郵件TV蔡總盧 吳登麗 台北報導 我們來看片阿賈丹 我們去看片阿賈丹 我們來看片阿賈丹